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巴仪冲突最新的一些消息啊 拜登出来讲话称哈马斯在对以色列进行种族灭绝 拜登讲的硬话其实不仅仅是这一句啊 我相信各位只要看完了拜登的讲的这些话 大家就会明白美国人开始不装了 今天会跟大家分析一下美国人为什么讲出这些话 他的目的他的得利点到底是什么 今天这一期视频啊先提醒各位一下 前边半段可能很多同学认为美国人很聪明 但是大家得听到后面呢 美国人会遭报应的万恶之缘呢 为什么我这样说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啊 拜登都讲了哪些话呀 拜登讲的硬话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哈马斯啊对以色列的袭击被拜登称之为这是纯粹的邪恶的行为 而且还称啊这个哈马斯既定的目标就是要杀犹太人 他呼吁以色列在反击行动中要遵守战争法 这一句啊看起来是呼吁啊 这个以色列人啊这遵守战争法 是好像说啊你以色列人要有个节制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强调美国人坏就坏在这一半句话 这连一句话都不算 然后的话这个拜登还称啊这个哈马斯啊声称要威胁啊 处决人质啊包括啊这个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这违反了每一项人道啊人类道德的这个准则 然后他说哈马斯的残暴和嗜血让人想起伊斯兰国组织啊 最严重的一些暴行 而且拜登还称啊这是恐怖主义 可悲的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不是新鲜事 他说这让人们想起反犹主义啊 然后呢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而且这个拜登还称啊他告诉内塔尼亚胡称啊 如果美国遭受这种攻击 我们美国的回应将是迅速果断和压倒性的 但是啊民主国家在战争时期也得遵守法治啊 好到此为止啊这个新闻就不继续再跟大家读了 这个新闻有意思地方还有后边一句话待会儿跟大家来聊啊 然后拜登讲的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 咱们先从大面上来讲 然后再分析美国人为什么讲这个话 从大面上来讲 咱们刚才跟大家读的这最后一句啊 这个拜登称啊 这个拜登告诉内塔尼亚胡啊 然后如果我们美国遇到这种问题啊 我们的回应啊将是迅速果断和压倒性的 这一句话翻译成人话来说啊 翻译成人正常人类啊 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话来说的话就是 哎呀他敢惹你 他要惹我对不对 有人敢这么惹我 我弄死他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这叫干嘛 这叫拱火啊 看明白吧 看明白了吧同学们 美国人现在在干嘛 拱火 拱火干嘛 当然要对美国人有利美国才拱火啊 咱们其实都不用去强调什么哈马斯啊 到底他的正当性在哪里 什么以色列他的正当性在哪里 战争只要发生战争 对于所有的人类而言 他都是个悲剧 因为他避免不了对于贫民会造成伤亡 尤其是现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对不对 尤其是重点的地区化到了加沙地带 那边人口密度极大 到处都是平民 以色列呢 全民皆兵 也到处都是啊 这个老百姓 但是也都是啊 以色列的士兵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只要发生这种冲突 双方都要死人 很多同学可能会认为啊 犹太人啊 很聪明 对不对 因为那种神话传说嘛 犹太人啊 这个什么影子政府 控制世界各国 犹太财阀如何如何 你就从这件事 你就能够看得出来 犹太人聪明吧 拿着自己的人命往前推 你能获得什么 对不对 你要能够得到大量的利益 犹太人聪明 现在这种事情啊 他能获得什么利益 加沙地带 你拿走了又如何 对不对 你把这个巴勒斯坦人全杀光了 你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蠢不蠢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政治智慧 犹太人的政治智慧 真不成事啊 对不对 你能怎样你还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啊 霸权霸主不成 对不对 就冲着你 犹太人这点人口 到最后得不偿失的就是你 然后的话 美国人在干嘛 美国人说实话呀 因为啊 很多同学啊 最近都听到了一种舆论啊 这种舆论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的话 咱们看到美国人现在这种操作 对于那种舆论可能会产生一点质疑啊 这些舆论就是啊 就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 哈马斯袭击啊 以色列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沙特 以以色列的这个和谈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哎 走到现在 大家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谁是哈马斯与以色列开战的最主要的获利方 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 对不对 谁是那个最主要的获利方 现在看一看 谁啊 谁在拱火啊 谁希望继续干下去啊 对不对 谁最愿意啊 继续干下去 那谁就最后的获利啊 对不对 现在谁在拱火啊 这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是恐怖主义啊 让我老拜登想起来了 这是种族灭绝 好可怕 对不对 而且还跟伊斯兰国 你看伊斯兰国如何如何的 对不对 伊斯兰国跟你美国 什么直接关系 就这帮王八蛋 美国现在这种形象 对不对 基本上已经完全不装了 其实啊 从拜登这些讲话都可以看得出来 内塔尼亚湖想要派地面的军队陆军进入加沙地带 其实应该是有 有一些游蚁的 对不对 只有以色列人开始游蚁了啊 咱们就算了 谈吧 然后美国人才会不装吗 看到你游蚁了 你不打了 那哪成啊 这是种族灭绝啊 我美国遇到这种事 谁敢惹我美国我弄死他 对不对 这种话那就得讲出来 对不对 大家在社会上遇到这种人吗 真得远离 这种人 这不能叫看热闹 不叫啊 不怕事大吧 这简直就是推着你 对不对 推着你去死 他还得装好人 记住啊 各位记住啊 生活中遇到这种人 说这种话的人 你先干他 你知道吗 王八蛋 那么自己上战场吗 布林肯自己出来说 我们美国绝对不会派兵 对不对 我们美国不会派兵 这是种族灭绝 恐怖主义 最纯粹的邪恶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你美国啊 大国 世界的超级大国 世界的警察 要不要维护一下啊 当地的这些秩序啊 把那些邪恶给他平息掉呢 我美国不派大兵 我美国 美国军人绝对不上战场 对不对 还看不明白吗 就这帮人就希望别人去死啊 刚才跟大家讲到了 哈马斯有没有可能是在破坏 以色列与沙特的这个和谈 有可能 但是大家得记住哦 然后的话 这个以色列与沙特的这个和谈 到此后 谁是得利者 谁是失利者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啊 对不对 首先 伊朗与沙特在中国的调解之下 达成了和解 对不对 伊朗跟沙特和解了 然后沙特再跟以色列达成和解 那谁就要从西亚啊 滚出去啊 美国呀 美国一直以来在西亚待 待下去的正当的理由 就是因为西亚里边有坏人 对不对 谁是坏人呢 伊朗是坏人 对不对 伊朗太坏了 曾经的坏人 还有一个伊拉克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叙利亚那边啊 也曾经当过啊 到现在为止 他也是个半坏人 对不对 整个的都是坏人 昨天是叙利亚坏人 伊朗坏人 伊拉克坏人 对不对 美国在这边干嘛 维持治安呢 对不对 借此可以控制西亚地区的石油嘛 然后呢 然后啊 现在哎 如果大家都达成了和解 伊朗 沙特 沙特 伊斯列达成和解了 美国在这待着干嘛呀 没坏人了呀 对不对 哪怕说啊 这个伊朗啊 是坏人 还有谁是坏人呢 还有沙特也是坏人 或者说对比 对于啊 阿拉伯世界来说 伊斯列他也是坏人 总而言之 不管谁是坏人 我美国在这 我从中调解 我世界的警察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美国在这待的 那个理由叫十足的一个充分的 可是走到现在 如果西亚地区大和解发生 那美国在这待着干嘛呀 没坏人了 你在这待着干嘛 我们要进入大发展时期了 对不对 所以说沙特与 伊斯列的这个和谈 最失去利益的是美国 对不对 然后忽然间莫名其妙 就发生了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的这个事件 然后反手就扣到什么呢 这个哈马斯不希望见到沙特 以色列进行和谈 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一个事情啊 对不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哈马斯 搞这一次的袭击啊 他其实应该是有计划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计划执行的 还算是比较 按照计划行事啊 为什么这样来说 他上来就是抓了很多的人质啊 为什么要抓人质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谈嘛 对不对 就是要谈嘛 你抓人质 你不谈 你抓人质干嘛 包含昨天也跟大家聊了 哈马斯的高层也出来说 我们想要和谈 对不对 以色列那边面子撑不住啊 以色列那边国内的一些极端的一些人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 昨天也跟大家聊了 对不对 这个啊 以色列的前宗李拉辛照样是被啊 这个以色列国内的犹太的极端者来刺杀致死 确实啊 以色列国内被这种极端的这种情绪来回的牵引啊 然后的话啊 我不能够跟啊 这个哈马斯和谈 但是战争你能够打你能够打到什么样的时候啊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聊的 非得见了人命 对不对 非得打到你死我活 然后非得打到 民不聊生 非得打到连饭都吃不上 对不对 到最后啊 大家选择和谈 非得付出一大堆的生命的代价 才会选择和谈 那不是蠢吗 其实看到了拜登今天讲啊 今天出现的这个新闻 其实能够让大家看到 有可能以色列人内塔尼亚胡 也想有所转环 结果美国老拜登自己出来 对不对 要是谁敢惹我 我弄死他 这是种族灭绝 这是恐怖主义 伊斯兰国 就这种挑衅的话 就没完没了的开始往外去扔了 眼看着大家有可能往和谈的方向去走了 美国人哎 他坐不住了吗 就这种新闻 他也就出现了吗 所以说呢 哎 如果说哈马斯跟以色列达的你死我活 会给美国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啊 对不对 西亚这边要不要打成一片呢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对不对 要不要来 黎巴嫩 要不要来 大家都是举啊 举全国之力参与这场战争 然后都啊 这个阿拉伯啊 这个这个中东战争啊 阿拉伯世界与啊 这个以色列要不要干起来 包含伊朗要不要跟以色列干起来 对不对 大家打成一片 美国人开心的 我只能这么去说呀 西亚地区 然后没有了和平 然后不要再发展 大量的金钱 全部都投入到战争 大量的人命 也投入到战争里边去 大家不发展 那谁是啊 这个军火贩子 谁赚钱 谁是军火贩子啊 人家拜登自己出来说了吗 我们要大量的支持啊 这个以色列 怎么样支持啊 这个啊 以色列的这个铁铁穹呢 啊 这个导弹的防御系统啊 这个弹药啊 我美国要给这个供上 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武器 我美国也得供上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 美国的武器不要钱吗 以色列不花钱吗 对不对 美国为什么从乌克兰战场上撤下来 现在啊 现在也不开始啊 也不支持 也不支援乌克兰了 为什么 无力可图 而且再耗下去 耗他美国自己的钱 不干了 对不对 我不打了 哎 我花我自己钱的时候 我不能打 对不对 你们最好谈 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谈完这个和平的结果之后呢 等啊 乌克兰真和平了 我美国再拿着这个啊 这个借据 啊 这个总而言之吧 这个债务 债务问题 我要问一问这个乌克兰 你之前拿了我那么多的武器 拿了我那么多的钱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对不对 这是美国对待乌克兰的一个方法 现在乌克兰啊 没办法给美国人提供利益了 现在来了 来到了哪里呢 以色列呀 对不对 以色列可比啊 这个乌克兰有钱吧 对不对 以色列可比啊 这个乌克兰值钱吧 啊 那很多同学都知道啊 我这个有犹太人啊 犹太的财团在背后支持 当然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犹太人就得把大量的钱交给美国了 很多的同学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 聪明吗 这个世界啊 能够掌控这个世界方向的还是这些大国 这个这些大国这个用心啊 如果说是比较正气的啊 正当的正直的 那对于这个世界是好事 但是像美国这么玩 对不对 这种超级的大国用心思全是在自己身上 对不对 那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那就是个噩梦了 犹太人聪明是吧 犹太人你上战场 你啊 付出人命 对不对 然后的话西亚你想要得到和平是吧 哈马斯上哈马斯干 对不对 然后的话伊朗你也干 大家一起干起来 打起来 对不对 这个以色列就得大量的购买我啊 美国的武器 对不对 犹太人的钱就得大量的进入我的美国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 金融的问题 美国国债的问题 大量的钱进入到了美国之后 那美国开心翻了呀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这一点了吧 反正美国在这个事情上面啊 得力的一方 而且已经完全不装了 为了想要得到利益 他那个脸是一点 一点都不要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哪怕街头上那种小混混 有的时候都不愿意干的事 就挑拨别人嘛 他美国现在 在老拜登都开始啊 公开的调拨 这个巴以的一个关系了 其实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呢 白宫的这个发言人啊 这个老约翰科比 对不对 老约翰 老约翰啊 还当着一大堆的记者的面啊 在那掉眼泪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是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还在想他为什么哭啊 对不对 尤其是这帮老政客啊 哪一个是个好 是个好东西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尤其是当着那么多的记者的面 在那掉眼泪 对不对 而且把脸得抬起来 然后的话 这个眼睛下方啊 有一条泪线 对不对 眼泪留下的痕迹啊 给记者来拍照 当时我就在想 他为什么这么干 走到现在啊 看明白了 假装好人 你糊弄傻子 对不对 假装好人 糊弄傻子 好像啊 这个战争发生了生灵涂炭啊 对不对 不管是谁 那都是一条命啊 我老约翰 我这眼泪就得哗哗的往下去掉啊 对不对 但是哎 走到现在大家看到没有啊 为什么老约翰要掉眼泪啊 那当然得掉眼泪了 这个戏要不演到位了 哎 那这个以色列的钱 犹太人的钱 哪会那么痛快的进入到美国呀 对让世界老百姓全都 全都能看明白 美国人不装了 就是奔着李儿去了 对不对 那大家恨美国的时候 对于美国也没好处啊 现在掉那么两滴眼泪 装装好人 还能糊弄点 对不对 对于社会 对于人群啊 没什么经验的一些年轻人 对不对 啊 我充满道德感 对不对 无耻 什么万恶之源 你怎么真的是万恶之源 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也就知道了吧 然后美国在这场战争里面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能够破坏西亚整体的大和解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西亚大和解 西亚啊 这个打在你死我活之后 中国对不对 中国形响力 想要进入西亚的话 那西亚也会显得是越来越不值钱 为什么呢 战争打起来了呀 对战争打起来 大家都不发展了 只要大家不求发展 那中国在西亚这边 还怎么样拓展自己的影响力 对不对 大家只顾着打仗 中国又不愿意打仗 中国就要的是合作 对不对 只要打仗就得分好人坏人 对不对 这样自己人和敌人 只要打仗打起来 就得分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中国呢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那你就没办法 然后在这玩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那中国在西亚这边的发展将会受阻 这就是美国人的破坏了西亚 虽然说西亚这边打起来 他不会站到美国那一方 但是的话 美国也必然要走啊 这个啊 这个伊朗与沙特的和解 沙特与耶色列正在和解 那美国必然 对不对 要走 那美国如果啊 美国如果啊 不想走的话 那最好你们打起来 对不对 我美国起码还能在这卖武器啊 总而言之吧 这是美国的一个招 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了啊 美国人看起来很聪明是吧 但是啊 大家别着急啊 美国人这种聪明 他会付出自己应该要付的那个代价的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啊 美国这是一方面的一个利益 另外一方面利益 以色列这个国家有钱 有钱 那个钱得去美国 对不对 美国又能够啊 得利 你看一看 这哪哪哪 他都得利 而且还能抓好人 对不对 而且啊 这个还得对着记者掉两滴眼泪 充满了道德感和正义感 对不对 而且刚才跟大家讲啊 这个拜登讲的这些话里面还提到了啊 你以色列要遵守战争法 看起来是啊 也不能叫各打五十大板吧 然后的话是哈马斯打了九十九板 然后我们以色列还打了百分之一的板 看起来这个美国人还在啊 这个在中间的位置 对不对 不管是中间靠左 还是中间靠右 总而言之还是比较偏中间的一个位置 然后美国这种玩法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叫坏啊 他其实也是留着后手 如果说西亚这些国家真的是迅速的团结了起来 真的是把以色列给按住了 按住了之后呢 以色列面对质疑 比如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啊 屠杀了大量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那美国就可以说啊 我我已经提醒过以色列了 不让以色列干 以色列还干了 其实对于美国而言 你最大的这个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要避免这场战争 结果呢 对不对 美国人就等着下山摘桃子 以色列打赢了 那哈马斯那就硕实的坏蛋 你看我拜登说了 哈马斯对不对 那就是种各灭绝 然后的话 那以色列如果吃了亏啊 以色列被指责啊 这个针对大量的平民 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动作 那美国人也会说 你看一看我美国 对不对 也提醒以色列了 总而这美国人 永远才玩这一手 看起来很聪明吧 两手准备 对不对 看起来很聪明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样 美国在乌克兰也是准备了两手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乌克兰如果能够打赢了俄罗斯 那美国可以啊 在俄罗斯于取于求啊 那俄罗斯就得千不平等的协议啊 对不对 如果乌克兰赢了 然后的话呢 乌克兰输了呢 俄罗斯战胜了 那美国也赢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啊 从地球消失 被俄罗斯吞下来了 那美国就可以啊 拉着欧洲人 看俄罗斯好坏 对不对 欧洲人继续的跟俄罗斯拼命 欧洲人把钱交到我美国这里来 而且呢可以满世界去骂 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邪恶国家呀 俄罗斯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消消灭了一个国家 乌克兰地球消失了 俄罗斯太坏了 然后的话 可以在身边拉了一大堆的盟友啊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玩法 看起来都很聪明吧 两手准备 但是啊 问题来了 对不对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是什么呢 美国真的是不长记性啊 看起来都很聪明 看起来准备做的很充分 看起来美国要得利 看起来美国能够赚到以色列的钱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而且还能够破坏整体西亚的一个局势 很聪明 刚才跟大家讲了 美国要付出代价 他付出的代价将是什么呢 因为这场战争 不管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总会有一个结果 他绝对不会出现 这个结果就是 或者说啊 这个阿拉伯人完全消失 对不对 从地球消失啊 被以色列人 犹太人全部啊 也不知道啊 全都弄到哪去啊 就杀光了 对不对 他不可能 然后或者说啊 以色列人 犹太人 完全的放弃耶路撒冷 完全的放弃以色列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被阿拉伯人全部赶到大海里面去 这个结果他也不可能 那到最后 这个巴以之间的这个局势 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那现在反正打起来了吗 打起来到最后 总得有一个结果呀 总得有一方忽然间想明白了 我这场战争耗不下去了 哪怕是乌克兰 现在啊 对于乌克兰国内的这个民意调查上来说的话 也是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对于战争开始反感了 为什么呢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必须得血与火的洗礼啊 必须得见到了自己身边的人 一条一条人命消失 对不对 必须得见到那些老人孩子 妇女儿童 他们的生命消失 这个时候才会想起来停下战争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只要是打反正是大家都会想起这种事情 只要是和平那就得干 对不对 然后的话那打着字也得干 这个人是坏人 弄死他 对不对 这个国家全是坏蛋 弄死他 这些国家就想着要坑害我们国家 弄死他 对不对 和平时期 键盘侠那是一个正常态 对不对 这种仇恨在和平时期积累 战争时期 对不对 出现了人命的丧失 出现了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个影响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想起反战了 这就是人 对不对 这就是人 总而言之既不可能消灭犹太人 也不可能消灭阿拉伯人 然后到最后 对不对 然后大家也会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 对于战争产生疲乏 那大家要的就是和谈 对不对 包含俄乌同样也是如此啊 大家要的就是和谈 然后的话 只要是和谈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西亚人 包含犹太人 以色列 对不对 他会更加的信任谁 这个世界的超级大国 能够能够在中间 当这个中人 当保人 当调解人的 能是谁 是美国吗 就冲着拜登 现在这个形象 不装了 对不对 你糊弄糊弄 小孩可以 这些话 这个世界的这帮政客 一个个都是人精啊 你可以说他坏 但是你绝对说不到 这些人傻 对不对 都是人中龙凤啊 起码那个考试上的学院 上的学校都是好学校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把这些全世界的政客 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美国想要从中余力啊 以色列人都有点想往回缩的一个态度 你美国人出来说 要是谁敢惹我 我弄死他 对不对 但还不够清楚吗 那就冲着美国这种形象 未来大家要和谈的话 没人会找你美国 对不对 美国在西亚的走人 到最后也是一个必然态 对不对 然后不会受到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尊重 阿拉伯世界的这个观点 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冲突啊 美国人自己出来说嘛 对不对 尤其拜登这次出来说 我们坚决支持以色列人民 大家都知道 我昨天也跟大家聊了啊 这个沙特的王储小萨拉曼 人家出来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沙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这个话就讲的非常的硬了 就是西亚伊斯兰世界 基本上是一个大团结的一个状态 然后的以色列也要知道 对不对 美国示威 美国衰弱 然后的话 那如果以色列 对不对 然后得罪了整体 全体的伊斯兰世界 从阿拉伯加什么这个波斯 对不对 然后伊朗沙特 总而言之 这个啊 这个西亚这一块啊 整体的这些 伊斯兰国家全得罪了 以色列就算是把巴勒斯坦人 全部赶走了 那以色列能在这边去 这边地区好好的待下去吗 他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美国这种形象 既得罪了西亚人 西亚的这些国家 以色列也不会完全的信任美国 未来会找谁 当中人当保人 那是中国呀 对不对 那再讲下一个问题 西亚这边地区打的稀烂了 以色列也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影响 因为只要是战争 必然要耗自己国家实力啊 大家一定得记住 全世界都一样 要不然是付出人命 对不对 要不然你付出这个国家的钱 大量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 对不对 不发展经济了 就打仗了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啊 大量的钱和人都投入到战争里面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实力 也得受到影响 那未来西亚整片地区的国家的这个实力都啊 变小的话 那对于谁 这个依赖会变多啊 那肯定是依赖他们能够信任的那些国家呀 能够信任的国家是谁 对不对 就是能够说出那一句啊 我们反对针对平民的袭击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巴以的冲突 希望能够落实两国方案 对不对 希望能够让巴勒斯坦建国 能够推出这种方案的国家 大家会信任的 就像俄乌冲突 为什么中国的方案 获得了现在这个世界绝对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联合国开大会 南方国家整体支持中国的方案 对不对 南方国家有一个组织77国集团 对不对 77国集团整体支持中国呀 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 包括这次巴以的冲突 整体的亚非拉都在站在巴勒斯坦这一方 对不对 也不能叫站在巴勒斯坦一方吧 总而言之站在什么呢 和平站在什么呢 希望巴勒斯坦建个国 对以色列人民跟巴勒斯坦人民和解吧 都是站在这个角度 跟中国的角度一样 对不对 世界的绝对大多数的国家 都支持中国的一个方案 而且呢 中国跟西亚保持了关系 中国跟以色列也保持了关系啊 对不对 中国跟以色列翻脸了吗 没有啊 而且对于咱们中国人民来说的话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发生战争没有好人坏人的 这发生战争之后 你以为以色列人 犹太人多聪明 多坏 真正坏人 干不出来拿自己的人命 拿自己的人命做一些 没有多大利益的一个事情啊 真正聪明的人干不出来这些事啊 美国整体的这个政策 看起来很聪明 得力赚钱 对不对 以色列人犹太人有钱 对不对 以色列人的钱进到美国而去啊 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事情 而且呢 中国要在西亚发展影响力 结果呢 哎 西亚打成一团 没完没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中国想要在西亚发展 也得不到多大的一个便宜 美国赢吗 战争总有停下那一天 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 战争是人类社会 人类发展里边的一个 一个短时间的一个状况 没有一场战争能够打起百年 当然了 很多同学可能会说啊 百年战争 法国英格兰 对不对 但是的话 这种战争非常非常的少见呢 而且法国英格兰 为什么能打那么久啊 因为没有 中间隔着个海峡嘛 你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能打百年呢 他就有鬼呢 总而言之 大家早晚有一天 要解决这些问题 谁能解决 谁就是那个大哥 那如果未来 对不对 大家想要和平 犹太人 以色列 以及西亚 这些国家 国家实力受到影响 对于想要和平 那个需求变大啊 而且能够给他们带来和平的那个国家 对不对 然后相较而言 他们变得啊 更加的没那么重要的话 他们对于中国的依赖将会加大呀 对不对 那美国在未来这个世界的位置 真的是人嫌苟不待见的 对不对 你坏事干的太多呀 万恶之缘呢 对不对 谁都会远离你而去啊 而且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你千万别出问题 出了问题 你想一想啊 各位想一想 要有100种方法 要搞死那个黄老爷的是谁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恨那么的强烈 这种恨意 为什么那么的大 想一想自己干过的事情 对不对 人家恨你理所应当啊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啊